賭場當然有小賭的跟大賭 他就在講說我又不是VIP那一桌 我的小賭啊 不行 小賭移情啊 小賭也是 也是賭啊 他說小賭的時候也都變成證人 所以剛剛有這種事情 所以他是怎樣污點證人嗎 我就想可能是啊 因為警方要求他們說更多嘛 好 廖白了 說更多 就是說你們小賭的 只要說出裡面在幹嘛 你們就沒事嘛 就換不起訴嘛 就變成證人嘛 就是這個是警方常辦案的手法 我其實不是對這個驚訝 我是驚訝他怎麼 會覺得大家都拿不到判決書 網路上就有啊 你馬好了 可思議 而且PTT上已經有了 而且你說快打 旋風講得那麼順口 人家隨便一查 連徐曉星這種不會打的 都立刻查到判決書 說是賭果星球電子遊戲對不對 然後是可以換分 換點數 然後你如果贏點數可以去換錢 對不對 那就是賭啊 這個就是賭博嘛 對不對 我說連徐曉星這種不懂賭博的 都查得到 那你怎麼會 奇怪你怎麼會認為 大家都不會查到你的判決書 這跟昨天我們在這裡談 那個造勢逃逸不是一樣 你看連續兩天他沒學乖耶 那那個判決書明明就寫了 他明知造成傷害 對 還跑掉 還跑掉 有造勢逃逸是犯逸 對 然後他又說 他沒有感覺 一個人沒有喝酒 會沒有感覺 撞到人沒感覺 然後回到家 然後警察從見現場抓監視器 一路追車追到他家嘛 對不對 警察一開門就說 對 對不起 我有做到的 就是我幹的 也不是那感覺嗎 那你這樣沒有喝酒 可以沒有感覺 我只能一種解釋 因為我心理系畢業了 就是這個人習慣性說法 對 說得太好 我只能這樣結論 就是他出事了 就開始要編個故事了 那編到他最後自己 就沉浸在裡面 那以為那個 最關鍵的證據 大家可能都找不到 他盡量不要跟人家講 久了大家就忘記了 那個 所以他就在編 他跟電競的關係嘛 所以才會編出這些故事 說我從小就怎樣 所以我看到電競之光 也看到台灣之光 之類 然後他要把他這件事情 解釋成是 電競 電玩這一類 那這樣他就心安了 你懂我意思 那這樣這個人 心裡已經有點扭曲了 如果他把自己 明明不是這樣 然後他編過 你自己放進去 你還沒從政 畢國政壇這種人不少 就是自己編一個故事 然後就相信這個故事是真的 然後就到處跟人家 不管他撐不下去啊 蛤 要這樣催眠自己啊 這很多人很多啦 太可怕了 我在政壇見過很多這種人 比方說 我就不要舉名了啦 我在政壇也二三十年了 真的是很多這種人 就是他也許從小 長大的過程不是很順啦 然後他後來就 逐漸就選上了嘛 那選上他要解釋一些 他過去不太好的經驗嘛 那就開始編故事啦 我的感覺是同一類啦 可是喔 這個回文剛剛講到重點 就是 顏寬恒那次他那個選舉 就是因為返鄉投票 把顏寬恒幹掉 對啊 因為顏寬恒只輸了五千票 那沒有人想到 會有這麼多人返鄉啦 事實上 那一年選舉 有很多地方都多出很多票 對啊 雲林也是 那那個時候當然就是 因為跟總統在一起選嘛 然後最後已經搞成了 抗中保台了嘛 所以 有很多人確實是 就是為了總統 順便就投給你這樣 對 事實上顏寬恒是這樣輸的啦 那回來的人 我認為一定超過五千啦 那當然 所以顏寬恒就認為 他應該不會輸啦 所以就沒有去打 就是 人格檢驗這一塊啦 你打外輸 事實上我看過很多選舉都這樣 就很多人就覺得說 我應該不會輸吧 所以不用打到 下一次如果 因為我如果這樣打 你一定也這樣打我嘛 那乾脆我們雙方都不要打這樣 確實會有這種情況 所以他確實就是沒有被檢驗過 對 那沒有被檢驗過 你現在才開始 沒想到在這裡開始面對檢驗嘛 那原來他的回應模式是這種模式 他的模式就是一直編故事嘛 編他相信的故事 那他以為這樣 大家如果沒有細舊 沒有能力找原始資料 他就沒事了 嗯 沒辦法怎麼只要使得有谷歌 谷歌很好用 谷歌好朋友 坦白講這個 我跟你講啦 他連這個電動 這個賭博案喔 都是有人從谷歌裡面找出 陳柏惟同名同姓的 對 一個案一個案這樣查嘛 是 其實沒有什麼人要弄你或爆料 就是上那個系統打陳柏惟 然後就會跳出來 因為我兩天前就收到這個資料 九個案子啊 對 可是有一些人不一定是他啦 你知道嗎 因為有一些案子很重的啦 那一看就知道不是他 那一看不是他 可能還在關啊 可能還在關 可是就是人家就是這樣 一個一個去找出來 一個人排查嘛 對嘛 因為我們現在法學索引 已經有好幾個網站 可以幹這件事了 蠻好找的 那大家也幫我收一下 看我有沒有什麼前科好 同名同姓的很多 真的喔 我應該是沒有啦 小時候當然也不乖啦 跟你同名同姓的 也會出來啊 除非那種什麼 嗯 就是 在學校 尿尿不充水 有前科那我可能會有 不然我是 我那個不會有紀錄啦 我現在是講司法紀錄 司法那個 很好查啦 真的蠻好查的 蠻好查的 來 浪哥已經說了 來我們來看 在這裡 陳柏惟 在這裡 看到沒有 佐以證人及客人 陳柏惟 與警訊時政稱 在這邊比較大 政稱 查獲當天 西把玩賓果 星球電子遊戲機台 先開分 再壓分把玩 齁 連你怎麼玩 就是這個機台怎麼賭 判決書裡面都寫了 連線就得分 比例一比三 也就是說如果你 這個可能是壓一千塊 壓一千元 就可以換三千分 這個就是賭博 基本上就是賭博 然後陳柏惟自己還說 我當天已經輸了一千元 等等的話語 好 這裡已經很明白的告訴你 陳柏惟就是說謊 但我要更直白的挑戰你的是 你真的只輸一千嗎 你自己講的啊 誰知道 剛剛霍仁哥講的啊 你去裡面拿一千塊進去 點根菸還沒抽一半 一千塊就輸完了啦 你只輸一千塊 那你不就真的衰到 衰到 衰到亡名 進去 坐下來 輸完 警察來了 進去五分鐘就被警察抓走了 柚惟你有沒有發現下面那個證人 也是剛好輸一千 對 大家都輸一千耶 而且他犯的分數很多耶 結果也輸一千 也輸一千 對 大家都輸一千塊 我跟你講 這種東西就是他們這兩個 這種老江湖有沒有 亮哥跟這個輝文哥 這種老江湖 老先輩 老前輩他們就會知道 我剛剛想說 輸一千塊 我真的想說 靠有點鳥耶 怎麼才輸一千塊 好像沒有很嚴重 但我嚴重懷疑你 不只輸一千塊 就跟昨天的事情 我也嚴重懷疑你 有酒駕一樣 不然你考什麼 這個叫警方結案模式 對啦 他轉證人 對啦一千他輸一千 小小的錢 大家不會覺得嚴重嘛 我在那邊輸 一千塊跟一百萬 一千塊就是 好像去走走 一百萬就是 你常去喔 你常客喔 抓起來抓起來 這個弄慢騙 不要騙啦 你也會不會覺得 他只會被你 出狩獻 你一定是 你不容易 我還會這樣 你不容易 你不再過 你不再過